亚洲投顾的吴月展分析师 老师午安 实际午安 大家午安 还要请教老师 怎么来看待说呢 这个在今天的盘式观察 我们来看到说呢 这个在今天的 这个 现在是呈现下跌 最主要是因为呢 昨天晚上在这个美股呈现下跌 美贷值率率再度攀高 那么今天新台币也是持续在 点值 老师怎么来看待说 在这个美国这边的 这个影响呢 我觉得美国的 这个影响我觉得比较 比较看起来比较像政治性 所以其实什么两党二斗 好像不是台湾才有嘛 所以美国也是 也是蛮类似的状况 但是客观来讲 我们回到台股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是 台币还是非常的疲弱 这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负面的 负面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今天的盘式 搭配到是周旋结算 昨天的筹码也相对的偏空 所以特论来讲 这样的走势 会 等于是今天又再测一次底 那今天最低点 最低点是来到16203 16203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跟前面的低点来比的话 大概16202 所以又是很巧妙的守住 所以确实蛮有趣的点 所以这个接下来后面几天 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16202这个位置 或者是16200 200点这个位置 能不能够守住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守不住的话 其实又会变成是 更多的卖压可能会被引动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点 不过当然包含我们的 那个样子总裁也出来说 可能会租变台币 所以这个状况 我觉得还是稍微观察一下 然后再来包含我们讲到 那个龙头台积电 台积电之前 来到了516的位置 那过去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要注意什么 大概531 就之前前一波的低点 大概在8月21号的那个低点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其实前面几天有站回来 有站回来 但是OK 那个昨天跟今天又继续跌破 所以这个状况 对台积电的走势来讲 客观讲就是说 这是比较不利的走势 因为实际上 中央价位被跌破之后反弹 然后没有站上之后又回跌 那通常顺势回跌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做空的话 是相对应该是一个做空的点位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注意 516就变成是前几天的低点 516的位置 能不能再守住 如果再破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台股 整体而言 整个的买盘的力道 或者是外资的力道 那就应该是确定 确定会比较偏空来思考 可以这么讲 然后再来 我们从贵买的状况 贵买在10月2号的时候 往上是测到了季线 测到季线的位置 就隔天 在10月3号马上就一根黑黑又收下来 又跌破季线 那今天当然往下又在测 那到目前为止又是留了一个下影线 所以就这几天 我们从今天的 跟9月27的 跟9月22的 这三个低点来比较的话 目前是形成一个低不过低的状况 所以看起来中小型股 确实还是有内支在持续的琢磨 所以这种状况 当然我们当然是比较希望说 就是加权指数 能够比较正向的话 那这样资金 整个的效果会有水涨成高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当然就会回到所谓的内支主力在表现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操作的策略 可能就要因应盘式的状况 来做一些不同的思考 那当然像包含 刚刚事情提到的像零发科 今天还是维持相对的强势的格局 那当然之前 我们在讲00929的持股的时候 我们有聊到说 零发科 就目前的状况 他的那个预估的殖利率 应该还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你说 为什么这两天 他还是维持强势 其实我觉得在ETA买盘上面 大概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那当然就零发科的角度 他也是台股的全职股 那个大概前两名 前三名 那他的状况 如果能够相对的比台积电 这些比较弱势的个股 他能表现强势的话 其实也会有发挥一些 升盘的效果 这部分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包含像连电 等等 征收制程 那个利基电 今天又再创一个新低 所以这个地方 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当然还有包含像什么 传出来说什么 台湾的厂商有偷偷参与 大陆的晶片的这个部分 但是后来当然金银部长出来证明说 是那个什么环保工程等等的 但是这个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说 中国大陆 其实你说他们在晶片自主化的这一块 我觉得对于政策而言 因为大陆我们长期观察 他政策其实是有一定的延续性 所以说不太可能说遇到这种 一些的路上的一些荆棘就停止了 所以我觉得金银片自主化 大概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大概都还是会持续延续的一个政策 那就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还是要注意 在撑收制程的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不管是各行各业也好 通常大陆的厂商进来了之后 很容易形成所谓的红海的竞争 这部分就要特别注意 在这个撑收制程他们的一些状况 那当然今天当然也可以 跟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像那个238的广达等等的 广达这边今天也是回撤 我们之前讲重要价位大概238 那今天回撤到低点是到239.5 所以其实也是守租238的位置 所以广达守租了之后 看起来也是维持一个相对的强势的格局 但是反观像那个3231的人保 我们之前说在109的位置 109的位置在昨天跌破之后 今天又再度下沙 又跌了3%多 所以客观来讲 我们在这种老维埃的这些族群个股里面 广达维持相对强势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人保 像尼亚达其他走势确实就没有像广达这么强 这个地方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整个族群里面 如果说强势的比较少 弱势的比较多 客观来讲 在整个的族群上面 大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相对强势的个股 我觉得像包含像那个PA的族群 因为8086红杰科 今天有公布那个九月营收马 表现还不错 但是OK 目前算是收着黑黑 但是我觉得这一组还是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PA的族群 过去我们在讲 说在那个 消费性景气 如果有机会回温的话 PA当然也是 一定会是收费的族群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可以注意一下 到底后面他们能不能接续 比如说表现 这个是一个重点 因为在那个 我们说的所谓的消费性变质 相关的族群里面 其实像包含联勇 驱动IC 甚至系创 天狱等等的 其实最近大家在震荡的过程中间 我觉得他们的表现 也并没有到皮弱 客观讲是这样 所以说驱动IC表现不错 然后PA的族群 看起来好像业绩的状况 我记得黄杰克老师说 连九个月成长 所以这种状况来看的话 消费性变质的景气 有没有只有回温 我觉得确实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这地方我觉得可以持续关注 那当然包含像什么 像MCU的族群 在过去这一段 好像有些也表现得不错 所以近期 我觉得一些题材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往什么 像高值利率的个股 这些可能比较会有法人亲爱的个股 我觉得大概还是我们可以持续琢磨 持续关心的一些标的 给大家做个参考 对于说在今天相关IC设计的这个部分 那么还要来请教一下老师 我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这个 昨天牌面上很强势的 就是在这个记忆体族群 看到说 其实南亚科也公布了9月的营收 是创10个月的新高 这个在对于说 后续这个爆炸也持续上涨的情况之下 那像是今天拉回之际 老师怎么来看待 是适合卷入的时机吗 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聊过 我们就说在记忆体的部分 我觉得上游 因为这个就是情绪环国概念 说真的就是要买在它 跌无可跌 整个市场都一片悲观的时候 自从之后就是去年的10月份 在去年10月份一路涨上来之后 我们发觉它高档 其实反而比较像整理 所以在高档整理的状况底下的话 其实我们过去的推荐都是一直在讲说 可以往下游 就所谓的模组场 去做一些关注 因为他们应该就会有低价的库存 那当然 昨天还前天 那个陈总长 威刚的陈总长 出来讲说 那记忆体后面的事况 明天甚至会缺货 第四季会涨价15% 什么等等 这些消息 那这样来看的话 那确实在 在模组场的部分 虽然威刚今天也是在平盘附近做一个震荡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近期你包含投信 包含这两天 外资的连续买超 甚至自营商也连续两天的买超 看起来法人 确实是认同这一个梗 所以你说 怎么找呢 我会觉得 还是往模组场 去做一些思考 那当中你说 包含威刚 甚至像创建 25亿的创建 创建等于投信也是 等于是连五天 连五天持续买超 然后在前面一天 稍微卖一下 但是整体来看 可以说这一个月 是做一个持续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等于是 那个高也买低也买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应该后面 有没有机会 也许都有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从法人士筹码上面 大概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个状况 那当然你说 其他的个股 比如说包含像 国具啊等等的 国具虽然昨天投信是在卖超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近期 那个大概是连续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等于是外资 也是持续站在一个买超的角度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虽然它股价 前面也是涨了一大段 但是 投信 那个外资都还是 站在买方的状况 那拉回是不是 可以去找寻一些 买进的机会 我觉得反而是 大家可以往这种角度 去想 那当然 像这一类的个股 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 譬如说像 6669的微影 这个微影的题材 它在10月2号 一根涨停 然后到了隔天 10月3号 就昨天 反而是 高档测一下季线之后 就是OK 然后今天又再跌下来 但跌下来 在五位线附近 看起来又有止跌的一个迹象 特别要注意的是 虽然外资看起来是连卖的 但是投信反而是比较连买 那以它的这种状况 以微影的状况 它并没有所谓的什么 殖利率啊 等等的优势 那为什么投信在买 这种应该看起来会比较像是什么 就是大概是投信主动型基金的买盘 所以像这种的 那个叫什么 筹码的一个变化的话 你说包含自营商 也是连买三天 像这种筹码的变化来看的话 有可能 在伺服器的部分 还是可以有所琢磨 那当然今天包含像810的行程 今天也表现得不错 今天目前是涨了3.34% 那在这一波 它一路涨到建高点 大概在7月底 7月下旬的时候 那建高点拉回来 拉回来当然遇到一些处置期间 但是这一波的拉回 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附近 可以说 它也是形成一个低不过低的一个格局 那今天这样顺势 应该是说 大概在9月22号 一根长虹站回到季线之后 其实基本上都是持续守住季线 看起来 是有一点压缩整理的格局 那像这种状况 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波 因为其实本来 大家的想法就是说 在AI的伺服器的部分 本来就是第四季会开始进入到出货的高峰 所以 同族群的像包含那个 我们老朋友3693的银帮 之前 一波跌破了500元等数关卡之后 马上在9月22号也拉了一根涨停 那这根涨停看起来 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因为后面几天 其实大概就测到那一根 红K的大概二分之一附近的位置 那就没有再下跌了 所以这种状况刚好现在又是10月4号 接下来包含国庆的廉价等等的 那这几天很有可能 营收就要开始公布了 所以我们可以导寻什么个股呢 就是有一些 也许是那个 营收都有机会 营收有机会有表现的个股 那这些个股 你说包含像银帮也是 他在那个9月也是8月22号建高点 然后再来到了那个9月6号 再创一个新高之后 看起来他也是跌破月线 变成形成一个 那个高档整理的格局 所以等于是趋势结束了之后 形成一个高档整理的格局 那高档整理的格局在等什么 其实就是等基本面的讯息出来嘛 所以这个地方 刚好时间点来到10月4号 后面几天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种角度 去做一些关注 那当然在中间电挡的过程 我们可以注意到 一些低价的 相对低价的那个 饥渴股股 比如说像伟训 富华 陈铭店 甚至银广 等等等等 像银广今天还是 持续挡停嘛 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格局 所以看起来 这一组还是有 那个持续的轮动 那特别是说 这些个股大概投信 因为他们股本比较小 投信比较不会参与 那投信不参与的状况底下 那他们还有所表现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内支主力 还是会青睐这样的一些族群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以注意 特别是在整个 时间点来到青睐的位阶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就可以开始回过头来 一些相对的强势 在整理的过程中 维持相对强势的个股 这一部分我认为倒是可以 持续的关注 看有没有再来 再做下一波的机会 给大家做个参考